我万万没想到,往鸡腿里倒入一杯牛奶,瞬间变成一道美食 这样做出的鸡腿,外嚼里嫩,香脆多汁 首先,把鸡腿劈开,拉上几刀,更容易入味 接着把鸡翅两面改上花刀 然后放入大盆里,再夹上少许的胡椒盐 接着用手搅拌均匀 准备一杯春牛奶和雪碧,倒入鸡腿中 不要搅拌,让牛奶没过鸡腿就行 按压紧实,打上保鲜膜,腌制四个小时 然后盘子里加入两勺面粉和一勺玉米淀粉 再加入一小勺泡打粉,再加入少许的胡椒盐 最后搅拌均匀,把研制好的鸡腿控干奶汁 然后排粉,全部排完以后,二次蘸入牛奶,再次排粉 排粉的时候要注意,不要用手按压 像视频这样粘上一层就可以 全部做好以后备用 油温五成热,放入排好粉的鸡腿 刚开始不要搅动,开小火,炸上一分钟 炸至微黄,全部捞出 等上一分钟,再次复炸 炸至表皮金黄酥脆,捞出控油装盘 以后再加孩子想吃炸鸡,你像我这样做 再搅里嫩,香脆多汁 做法极其的简单,一看就会 也可以配上你喜欢吃的番茄酱和甜辣酱 喜欢的家人们赶紧转发收仓,做起来吧 炸至用